大家好,我是Case 大家好,我是麻布 歡迎回來和大家玩彈仔派對 我想說,今天的介紹 彈仔派對已經和大家的概念上 玩的彈仔派對已經很不同 因為它新增了一個模式 它叫做一個巨像模式 什麼叫巨像模式? 彈仔派對不是可以砌場地 現在裡面會多了很多不同的功能 讓你砌場地 你現在大概看到這個創意彈馬 因為巨像模式裡面 它這次還有一個叫彈馬的東西 待會再介紹什麼 除了可以放到Block 砌場地之外 你現在可以開始定義遊戲 用來怎樣玩 簡單來說 大家已經變成一個可以懂得寫遊戲的設計 任何的遊戲 只要你寫出來 你都可以在彈仔裡面重現出來 你看到有些蛇仔 然後左上角好像是三宵遊戲的玩法 待會再試給你們看 但是怎樣開到巨像模式 現在跟大家說一下 之前創造的場地就不能用的 要新開的場地才可以用到這個功能 看到Discord那裡很多人都在研究中 好像又說 可能遲些會有教學再教大家 這些東西應該是怎樣寫的 如果之前大家在用精簡模式來做地圖 你會看到右邊的物品 其實不算很多的量 但是現在開始進階設定 它會多了一個叫巨像模式 進入巨像模式之後 大家應該會看到 你多了很多很多不同的東西 可以用可以選擇 不要再細緻一點 首先我現在要介紹一下 蛋馬是什麼 在這個更多 左邊更多裡面 你就會看到 右下角這裡會多了一個叫蛋馬 蛋馬就是可以開始設定 類似大家寫遊戲程式的時候 你會寫一些觸法事件 原來這個遊戲開始 這個不需要大家看著一堆詞 解,然後去debug 比較容易看得懂的 即是會有一些格子的方式 好,遊戲初始 然後你就可以把本身要寫詞的東西 變成格格的方法 就是它代表了一個詞 對,它代表了一個詞 可能一開始的時候 就會修改天光值 然後怎樣 可以很多東西教 你看到這些 它會有些可能觸發到不同的事件 然後會有些動作 當做到某些動作之後 會發生什麼事 你可以自己定義某件事 控制,條件 可能就是一些 if then else 那些 那些 Excel會見到 那些 那些 怎樣去計算 如果它在這裡做了某一件事 但是 又要觸發到某些東西的時候 對 就會發生A 對 然後還有一些變數 這個我不斷介紹一下 因為 我都未必寫得很漂亮給大家 我也是在學 可以放一些不同的角色 會發生不同的事 所以它這裡有很多東西 你可以寫下去 很好玩 它這裡會有很多Debug 然後就會告訴你 你玩的時候會有什麼問題 那些東西 其實它還可以 這個預設編輯 它可以幫裡面的不同物件 你再去 例如我當桌子 它可以編輯一個蛋碼 你當這張桌子 原來踩上去的時候 會觸發到一些事件 你都可以在這裡 然後幫桌子 去定義一件事 然後再去編輯 所以 真的可以寫遊戲 什麼遊戲都可以寫出來 是啊 多了很多新的設定 你看到這個預設 打馬 然後陣形編輯 你可以慢慢再去 你的遊戲的時候 你可以自己再細節一點 設置 還有一個場景管理 它現在的場景管理 基本上 這個位置 你可以一按的時候 你可以看完自己 放了什麼 在場地 你可以很容易幫一些物件 改名字 或者你可以選擇的時候 好像我剛才還沒放 我把齒輪放進去 我當現在 我不知道去哪個位置 我想找一個齒輪在哪裏 你可以再按 那個齒輪 然後塑在哪裏 它就會幫你找到 找到你的物件在哪裏 它就會方便很多 它還可以 你可以開始去規則設定 你可以設定 這個場地的規則 如何為之勝利 勝利 勝利退場 會掉落場地 有什麼人觀戰 觀戰模式 玩多久 最大生命數 這些東西 現在這裏 全部你都可以再慢慢 自己設定了 就多了很多很多 自由度 在裏面 裏面其實工方還有很多按鈕 都優化了 例如這些 旋轉 你現在可以轉這東西 你會 那個轉法 你看現在 設定就會 方便很多 去改 你自己 心水想做到的東西 還有一些 載具 載具 好像現在多了一些 船 即是可以 直接已經有些船 有些紫船 可以直接拿出來 好像之前玩也有這些船 對 另外現在 它的生物 你都可以進去 修改它的預設值 你可以幫這些東西 預設了 本身這些預設的蛋 你可以幫它去 改它的名字 樣子 變成第二個樣子 即是可以融入背景 對 原來它的頭 原來要這頂帽 這件衣服 現在全部都可以幫它換 現在的產品 你可以改成它的物理屬性 即是可以受外力影響 給不給人拿得起 這件東西 尺寸可以縮放 你看到 有很多東西 現在可以 慢慢自己再改 每一樣東西都可以 再微調 再配合自己的遊戲設計 但是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之前大家全部都是 拿一些預設出來的東西 原來我用這個齒輪 拿這些東西去創作 哇 這個厲害了 它現在 有一個AI 有一個組合生成 它這個AI生成是怎樣 原來有些物品 你想用的時候 但是 你又可能在找那個褲子 找不到一件合心水的東西 那這裡你就可以自己 嘗試做出來 你給它提示 它就可以幫你 做到你想要的東西 那我當作什麼呢 椅子 木的 然後 跟它 明亮色調 明亮色調 你先關掉 有些什麼 咦 你看到嗎 這張椅子很漂亮 它們會幫你做出來 它會有幾個不同的方案 咦 你可以在這幾個方案裡面 自己再去選一下 會不會適合我 咦 這個是戶外 可以選什麼戶外室內 也可以 可以 可以可以 你可以用這個AI生成的這個東西 來令到你的場景組裝 的時候 會容易一些可以做到一些 合心水的東西出現 我覺得這個很厲害 這個 又會多一些 就是一些小幫手幫你 我覺得這張椅子很漂亮 還有一些建築 它會容易一些 你可以大概畫了一些圖形出來 哇 這麼細緻 可以預覽到一些建築物出來 哇 是啊 這個生成很厲害 很好玩 我想說這件事 對啊 哇 你看 好奇怪 哈哈哈 地圖主色調變成紫色 哇 即是有些魔法風 黑暗風 即是你可以組裝完之後 然後原來 這次是想得古拉的 然後將整個場地的色調變了 你可以選擇天氣是什麼背景 這個當然是紫色 看你現在表現魔法世界 這些整場地 可以慢慢去看看 怎樣玩 非常之多玩 可能說了很久 大家不知道究竟 其實它真的做到什麼場地 還有有什麼不同 我們不如馬上來試試 這個創意彈馬特輯 這裡你可以試試 究竟它做了什麼不同的東西 這個叫聖誕節三燒 中間會有教學 即是你看到 這個已經完全是 整個東西都是自己可以射出來 對 好像不同的 他說按下面 這裡開始遊戲 右下角 OK 按這個開始遊戲 這個遊戲怎麼玩呢 好玩喔 好玩喔 大家認得了吧 這個玩法 對呀 每三個遊戲都會消除 對呀 這遊戲怎麼玩呢 這遊戲其實就是 你看到左邊有一個操控桿 你操控桿的時候 你看到中間有一個藍色桿 你選擇藍色桿的時候 你選擇自己哪幾個調轉 這個聖誕物 然後從旁邊調轉 是不是馬上會玩 這個 完全明白 完全明白 這個可以自己玩一天 對呀 這個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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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蛋用筒 噢 原來是穿燈的那些更厲害的 整個玩法在蛋體裡面 現在開始都可以自己可以射出來 那試下第二個給大家看一下 試下這個 弄彈上去 這個好有趣 我剛才玩了很久 這個 這個是什麼呢 三燒牌 哇哈哈哈 吃 看看先 怎麼玩呢 走過去 撿起它 當你撿起了的時候 它就會掉到下面這個槽 夠三張卡 它就會 消除 但是如果下面的槽滿了你就會輸了 所以你要看怎樣消除 你全部都是我喜歡玩VSKK的 但我們又沒爆到 但我見不到雪人 所以我可以拿這個箱 就可以拿到這個雪人 就可以拿這個箱 然後拿這個箱 那你不拿雪人呢? 拿了 消除了 大家玩這個時候 要燒到最底這一盒 因為最底這一盒是最多賬 我剛才是輸了在這裡 因為上面那盒反而沒有那麼多賬 這盒你看到嗎? 而且它不能看到下面是什麼 是呀 這個最容易擊死 記得玩這關的時候小心點 嘩!玩到這裡 為什麼中間會藏了一盒? 原來最底那盒不是最厲害 大家留意玩這個遊戲 這個Pizza 這次這個就不像其他小遊戲玩法 這個呢 你看到中間其實我們有錢 有錢之後呢 我們要做什麼呢? 它有分的 下面也有教你 它說這個遊戲呢 你要賺錢 還有做這個超級Pizza 將這個食材 烤箱的東西 升級到最大 另外呢 怎樣可以賺錢呢 就是可以賣Pizza賺錢 升級一些單位賺錢 或者是工廠行動工作 還有每十分鐘會送錢給你的 即是我們是開一間餐廳的遊戲 沒錯 這裏應該是工廠 這裏應該是工廠 這裏應該是可以... 這個打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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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打一下有五百五十塊 哦!一路加緊 看到你 對 然後之後呢 很好笑 有得上班 然後這裏有些攤檔 這些攤檔可以幫它升級 升級之後呢 就會每秒跳錢 之前每秒跳五塊 升級一次每秒跳十塊 即是放置遊戲 放置遊戲 放置收藍 哈哈哈哈 立即放置 立即多了一張桌子 長桌子 每個都升級一下 OK OK 一個立體的放置遊戲 你看看 沒了什麼 沒了錢 然後呢 最重要的是製作Pizza 製作Pizza是怎樣呢 它這裏會有一些食材 食材這些可以升級它 升級這個蘑菇 你看見嗎 蘑菇升級了二層 這個是... 教你怎樣增加它 哇 我們要訂單了 我們要一個蘿勒再加煙肉的Pizza 麻煩 蘿勒加煙肉 那我們可以跳上來做Pizza 先做個餅底 好可笑 先放個餅底 先放個餅底 餅底大過你 哈哈哈哈 先放醬 先放醬 然後再放芝士 OK 原來要自己放的 放進Pizza裡 煙肉呢 我們可以選多煙肉 一個Pizza都三塊 走煙肉 只有煙肉 拿去焗 烤箱這些就可以升級 你看見嗎 一千塊都升一次 不要現在升一下 等一下一塊Pizza要取消 可能真的 升級了 欸 升級了是不是好像比較漂亮 OK 之後我們要切Pizza 然後它就會向你的方向走 這個要切六塊 哈哈 不平均 六塊 也是六塊 OK 不能很緊 還是六塊 包裝 包裝 有些人大吃一點 有些人小吃一點 出貨 送貨 嗚 嗚 嚇到客人也送走 好可笑 接著有沒有有另一個客人 有有有 接著有蘑菇Pizza 對了 你看到它有很多不同的玩法 這個很可愛 這個開餐廳很可愛 這個開餐廳很可愛 但更新後多了很多不同的玩法 因為它可以開始射遊戲 就變成了很多玩法 有機會我們看看直播時 再跟大家試試不同的地圖 好,今天的影片來到這裡 記得按LIKE 訂閱我們 還有按通知 BYE BYE